如果我们是属于天主 我们会听祂的声音 我讲过了好几次 在我们的信仰 从周夜的时候 从亚伐囊 从美师 从先生们的时代 水高的朝拜的信动 不是朝拜 不是奉献 水高的朝拜的信动 是什么呢 听从 西伯来人他们说 显巴 就是听 然后付从 不是奉献一大堆的东西 不是不知道什么信动 这个是从开始的时候 如果你听天主的话 意思就是 他还是你的羊群 也是你朝拜他 很多人的地方 所以很多母样的人 水高人类 就是讲讲讲讲讲讲 讲不停 但是真的有一种 就是我们听我们喜欢听的事 天主没有信 先知们跟其他人的事 但是天主做什么 讲话 所以我们会听 因为天主说 如果我讲话的时候呢 你们听 我们有互动 所以你们看 我们很多人 现在沟通过吗 为什么呢 我们用手机 但是如果你讲 你听上语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 都是血 但是有的人看 讲啊 讲 不是血 所以你看看 现在的人 我们虽然我们有很科技 法证了很多 但是我们的过头 没有变想在上面 因为没有讲 没有听 不是 如果天主喜欢 用这个方式 他会写 天主从来没有写 就是讲话 然后我们听 所以你看 我们 可能也是一日的文明 你看 我们 我们的 我们有一个毛病 古今 你古今 我们的 我们呢 你是经文 但是 有人 有人 拈啊 为什么 看 听不懂吗 这是一个文明 所以耶稣说 听我的话 是我的要求 所以 在 从古代的时候 在走一点 就是 所以你看 耶稣 我们的天主 给你 是 那个是的 天主 第一句话 是什么 意思也 要听 不是要看 意思也 你要听 然后 他开始讲 第一点 第二点 要听 所以呢 耶稣 来到 我设 你们的三人 你们听我的声音 OK 所以呢 今天呢 要看 我认识 我认识 更容易 感谢观看